越解釋你知道 會更讓人家看破手腳 什麼意思你知道 因為我們因應那個北農跟環南市場 這些批發市場的疫情你知道 我們一天做了7000多例的PCR 大規模PCR 然後 我還記得那天早上 其實凌晨一點都 我被叫起床你知道 所以環南市場PCR陽性已經41個 當然我們一整夜都在運 都在做事嘛 因為那個要指出不進 要風灘要幹什麼 那天亮以後你知道 這個 中央有電話說 要開這個聯合前進指揮手 我想說不管中央是 關心你知道 或者想要幹什麼 反正 一下子檢驗出PCR陽性41個 這總是一個大事嘛 OK 所以我們也說好 OK 那 如果今天中央要講說 所以我們在想說 你要成立一個聯合前進指揮手 總是大家要開工作會議 要 核心成員是誰 大家要分工合作什麼都要講清楚 你總不會說 今天中央出來講說 他 面對這件事情他只是要來開記者會 沒有工作會議 開完記者會就走了 難道 這就是所謂的 有政府只作秀 是這樣嗎 現在是要他跟全國老百姓講說 那天只有一個目的 再開個記者會 其他都不做就跑掉了 更何況台北市政府是執行單位 執行單位 就算你要做什麼 有什麼指令 我們要先看看這個道理 可行不可行 或是我們 有沒有辦法在時間內完成 總是大家溝通嘛 所以如果 今天 我也非常清楚 你知道 其實整個疫情已經 趨緩了 當然 在解除以後會不會 在我也知道 在沒有打疫苗的狀態下 很容易又再 復發了 不過不管怎樣 你知道 這個疫情現在階段是在趨緩 其實 看那些電視上面 在明嘴在講也知道 在疫情趨緩的時候 有嗎 有一個問題變成要 會被拿出來 就是追究責任 我倒覺得是這樣 政治上大家都曉得 但是還是一樣 面對我們還是要解決問題 你今天難道你要講說 那天他 唯一的目的就是 開個記者會 也沒有開工作會 也沒有幹什麼 然後開完記者會 就要跑掉 是這樣嗎 不想再講太多 在第二類的這個疫苗接種當中 就是主要是中央跟地方政府的防疫人員 那中央機關大多數都在台北地區 所以這些中央的官員 在台北的附近這些醫院來接種疫苗 就是一個很靜變性的事情 那這整個作業上是由中央的各部會 那他這個按照他需要的這個名單 造冊之後呢 會先接洽這個醫院 然後再把醫院把這個疫苗送到醫院去 然後讓這個造冊的同仁 能夠去醫院做接種 那我們這邊所相關的這些資料 最主要是每一家醫院 然後哪些部會 然後有多少的數量 我們這邊因為是台北市是一個 整個一個台北市的範圍內 所以我們這邊的資料都有 但是所謂的名單的部分 我們是沒有 除非必要 我們是不會向醫院去查詢 我想以上做這樣的說明 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3D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接